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比较旧的 我是小郑 吊铺梅真的是非常好养的一种植物 长势也快 这盆就是小郑之前和大家分享 吊铺梅扦插的时候扦插的一盆吊铺梅 现在已经长成一大盆了 对于这么好养的吊铺梅 进入夏季 我们也是要改变养护方法的 夏季要注意给它遮阴养护 夏季的光照比较强烈 不遮阴养护容易把叶片晒伤 发生了干边黄叶的情况 就像这盆就是没有遮阴养护的后果 很多叶片都会被晒黄晒干枯了 遮阴不是完全遮阴 要注意有散色光 否则叶片容易涂涂 遮光的同时要注意养护环境的通风 除了遮光养护 还要注意浇水 吊足梅对水分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不仅是盆土水分 还有盆土周围的养护湿度 除了冬季 浇水等盆土表面干了就可以给它浇透了 每天都需要喷雾 给它增加空气湿度 也能减少干煎黄叶的发生 夏季给吊足梅吃水 在盆土表面给点缓吃水就可以了 撒在盆土表面 浇水的时候养盆就能均衡的渗透下去了 今天关于吊足梅下期